操弄布袋戏友宣傳台灣觀光 台北市長柯文哲來到馬來西亞吉隆坡 推銷旅遊與世大運 因為回教世界人口眾多 將是接下來的觀光主力 穆斯林的世界 一年有一億人次的出國旅行人次 其實只要一%就一百萬 馬來西亞被認為是通往回教世界的入口 去年馬來西亞有49萬人到台灣觀光 留學生人數也來到一萬六千人 不過要推廣穆斯林旅遊 當然不能忽略他們的飲食文化 事實上在我上任之前 台北市有清真認證的餐廳只有26家 那這兩年來已經增加到了45家 甚至與航空公司合作 推基上清真認證餐點 還有針對大馬朋友購買3日以上套裝行程 就有65折的優惠 期盼這趟鐵人南向能拼出觀光好成績 記者馬來西亞綜合報導